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欢迎每一个参与我们在线上还是聚会的 我们要继续地看神的话语 就是以利亚的团队的主题 圣语的团队 神释放以利亚的灵和能力 历代之下第三章第一节 这是我们读到的这个历史很重要的事情 所罗门王怎样建立神的殿 所罗门就在耶路撒冷耶和华 向他赴大卫显现的摩利亚山上 就是耶布斯人阿尔南的河场上 大卫所指定的地方 预备好了开工建造耶和华的殿 我们从建立神的殿这方面看了很多不同的 最重要的就是 我们要学习怎么样建立我们里面的殿 我们的身体就是神的殿 所以我们要学习建立这圣殿 同时我们也学习很多的定律 关于建立圣殿 还是这个门开的门 天门 上星期我们停在那里 就是神的殿在这个河场上建立 我们学习到索罗门就在 大卫在阿尔南河场上的那块地上建立圣殿 与神相遇的地方是在河场上 神建立圣殿 神也使用摩利亚山在那里使用作为这个河场 当这个祭坛被立起来 当大卫献上翻祭 神的天使行的这个审判就被拦阻了 上星期我们学习到我们在河场上与神相遇 我们学习到路德怎样与他的救赎主相遇 在河场上 河场就是耶稣的脚前的地方 以赛亚六十章告诉我们的预言 神会使他脚踏之处的荣耀 所以我们被招到他的脚前 我们要时常记得要来到主的脚前 我们学习到不同的方式如何来到耶稣的脚前 今天我们要看这个河场的第二部分 河场通常是一个很大片的土地 它有一个干硬的 坚硬的表面 表面是干硬的 因为它在收割和固盒的这些东西上 它是需要的 今天我们使用一些机器和科技 但是在古时候 这些农夫他们使用这个河场 来分开固粮还有康 他们从河场上得到的这些收割 他们把它摆在河场上 有时候他们会用动物去踩在这些固粮上 因为那些动物他们走在那些固粮上的时候 他们就打破了它的坑 因为动物他们的脚上那个是很硬的 所以它踩在那个硬的土地上 它就打破了那个固粮的外壳 另一种的方式就是如果他们不使用动物 他们就用那个木棍 木枝就打那些的固粮给它分开来 所以这些粮就跟它的很硬的这个坑外壳分开了 然后这些坑和它的外壳就被丢在空中 然后风就会把这个坑给吹走 所以这是一个过程当动物走过 或者是他们用枝条来打那些固粮 他们就把那些固粮泡在空中 让风把那个坑吹走 因为那个坑非常的轻 风就能够把它吹掉 所以剩下的就是能吃的好的固粮 所以这是圣经使用的字眼 波及就是这一个过程把它抛在空中 风把它吹掉 所以到我们看这个核场的概论 因为在新潮的时代我们不知道什么是核场 现在到我们开始想象这核场是什么 让我们来想为什么神拣选核场来建立他的圣殿 在整个旧月中他们喜欢使用核场来做比喻 因为上星期我们说过了当这个核场满了 就是他有丰盛神祝福他的百姓 可是当这个核场是空的 就是没有东西可吃 他就是说到审判 所以我们上星期学到核场就是耶稣脚前的地方 因为路德在那里掀开这个波阿斯的脚上的布 但今天我们也学习核场是一个审判之地 上星期我们学习到这个波阿斯也是预表我们的基督 所以当我们看着耶稣的脚 他所经过的受苦 没有什么能够与他的身体隔离 他的身体没有什么需要隔离 没有康 没有外壳 但我们看见耶稣怎么样的被打 刚才我们说过当那个固粮放在核场上的时候 他要被动物见他还是被枝条鞭打 同时耶稣也因着我们的罪孽而被打受伤 所以这个核场是说到审判之地 当大卫王开始献上他的献祭 天使拔出来的刀 父神说够了 他就后悔不将所说的 就叫这个天使把刀收了 所以他同时是审判之地 同时也是一个赎罪之地 这是一个我们与神相遇的地方 神拣选一个核场 给我们一个清楚的画面 我们与神的关系 我们与神的真实在我们生命里相遇 时常就有这两面很清楚的 神的审判还有赎罪 如果我们没有看到审判的见 如果我们没有珍惜和明白 神是会审判罪的 我们就不会珍惜赎罪 我们就不会想要跑到施恩座前 我们没有任何理由 可以跑到神面前 所以如果有什么教育 教育减少这个观念 就是神会来审判 越来越少的人教导这个审判 人就不再真正地明白 我们与神的关系的根基 然后这个基督教就变成 非常的自我中心的宗教 但如果我们开始明白 总是会有这个审判之地 耶稣来总是有一个理由的 他来受苦 因为他取了原本在我们身上的审判 他为我们的罪做了赎罪计 所以审判和赎罪 这样的理解的平衡 必须要成为我们的根基 所以何尝也是说到十字架 没有十字架 没有耶稣死在十字架上 就没有基督教 没有与神的关系 如果我们不先明白神的审判 根本就无法理解恩典 如果我们忽略这个审判的理解 那我们对恩典的理解 就是非常的自我中心 我们不再把它看成是从神来的 而且他达成了神的要求 所以首先我们要先明白 这何尝是一个审判和赎罪之地 如果大卫王没有看见 天使手中拔出来的剑 他就没有这个紧急 要赶快地献祭 赶快地买下这个河场 你看到吗 当这个瘟疫发生的时候 大卫王可以说 是因为这个气候的环境问题 是这个科学的 什么蜥菌爆发 但大卫王他却有非常清楚的意象 当瘟疫发生的时候 他准确地看见 是神的天使手中拿着审判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一定要抓住这个启示 当事情发生的时候 我们也必须看见 这是否是神审判的剑 以赛亚21章第10节 我被打的荷庄 荷架 我场上的雇 我从万军之耶和华 以色列的神那里 所听见的都告诉你们了 所以当以赛亚宣告神的审判 他也使用这个象征性 就是河场 河场还有他的固粮 怎样的被打 所以当审判发生的时候 神允许他的百姓的仇敌 来入侵他们的土地 神就是如此对待他们 在河场上的 所以这是我们需要理解的 而神使用河场的这画面 来建立神的家 所以我们需要很清楚地珍惜这一点 除了审判和赎罪之地 下一个我们要理解的就是 河场也是一个分开的地方 所以你看到这是很奇怪的 神的家 神的店 是建立在河场上的 与神相遇 见面的地方 是一个审判被形容的地方 是一个分别被形容的地方 如果你不理解 那当神对付我们生命的时候 我们就无法领解神的作为 即使耶稣的第一次再来 当他来的时候 在两千年前在这地上 耶稣说 我来不是带来和平 我来是带来刀剑 刀剑来分别 这是很奇怪的 我们传讲许多耶稣的好作为 但耶稣在地上所说的 有些是我们听了不喜欢 我们就不去传讲 马太福音第十章 这是耶稣说到一些 我们很难去理解的 34-39 gost that I came to bring peace on earth I did not come to bring peace but a sword I have come to set a man against his father a daughter against her mother and a daughter-in-law against her mother-in-law verse 36 and a man's enemies will be those of his own household he who loves father or mother more than me is not worthy of me and he who loves son or daughter more than me is not worthy of me and he who does not take his cross and follow after me is not worthy of me he who finds his life will lose it he who loses his life for my sake will find it 你们不要想我来是叫地上太平 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 乃是叫地上洞高兵 因为我来是叫人与父亲生疏 女儿与母亲生疏 媳妇与婆婆生疏 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 爱父母过于爱我的 不配做我的门徒 爱儿女多过于爱我的 不配做我的门徒 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 也不配做我的门徒 得着生命的将要世上生命 唯我世上生命的将要得着生命 当然这些词不算是我们的解释 在我们家的关系 这些的经节并不是要来做我们的借口 在我们的家庭关系上 他的本意并不是要成为你的借口 让你说啊你看我家里的人都是我的仇敌 耶稣是要清楚地说 世界所理解的平安并不是神所要带来的平安 耶稣来并不是要来遮盖东西的 他来是带着刀剑 他开始来揭露 这里隐藏的是什么 他的话语难道不是剑吗 圣经告诉我们主的话 如同刀剑 他能够剖开 能够揭露区别 我们里面隐藏的动机 所以耶稣说当我来的时候 我要分别 他要来分别的 就是分别那一些 爱他为他敬前线上 敬拜他的 他拿出这个刀剑 并不是为了赎血气的原因 并不是来叫人家彼此憎恨 也不是来叫你们要不顺服父母 还是不疼爱你的孩子 耶稣拿出他的刀剑 是要来掀开你里面的动机 你的企图 就是你是否首先爱的是神 因为要不然 我们可以说我们太爱我们的家庭 我们做这一切 但是我们做一切的动机 其实是为自己 是为了看护自己 保护自己 维护自己 当这刀剑被拿出来的时候 主要看的就是 我们的爱和奉献 是否是先献给神 当我们的优先秩序是神 那所有次要就会摆正他们自己的位置 我们先爱神 就会懂得怎么样的爱我们的家人 这就是耶稣所说的 如果你爱你的家庭成员多过于我 你就不配我做我的门徒 耶稣并不是叫我们不要去爱父母 有孩子还是家庭成员 耶稣是说我们要先爱神 放神守卫 为什么我这么说呢 因为当你去到38节 最后耶稣显明他的分别的剑 就是要来告诉我们说 我们最终我们所有的企图 都总是为自己 他说如果你不背起你的十字架 跟从我 你就不配做我的门徒 如果你早得找生命 这些人是自我寻求的 自益的 自我供应的 所有的一切都是自己自己 然后当我们的关注 总是在自己身上 我们永远与神就无法和好 我们永远也无法拥有神的平安 这就是耶稣所说的 世界推荐的是自我寻求 你越寻求自我的利益 你与神就无法和好 你也无法得到神的平安 耶稣说唯一的方式 就是要背起你的十字架 舍己 跟随耶稣 所以这河场也是说到一个分别的地方 当天使拔出这箭 是的 这是审判之箭 他同时也是分别的箭 分开我们的肉体 我们的灵 我们的血气 分开我们里面真正的动机和企图 让我们来理解神的心意 当耶稣提到 刚才在马太福音第十章所提到的 他就好像耶稣是在说 除非你献上你的所有 要不然你什么都没有 要不然你所献上的 就总是比较少 因为你总是把比较多的爱给别的东西 所以我们总是要回到这最伟大的诫命 就是你要爱神 尽心尽心尽意爱你的神 所以你要明白耶稣也会在我们的生命中做这件事 当祂拔出分别的箭 当神的坏对我们说话 祂是为了让我们知道我们的里面有什么 第二 诗篇一章四节 诗篇的第一章 是很熟悉的经节 也是充满能力的 它的定律 它的功课 教训能帮助我们 让我们看第四节 他说恶人并不是这样 乃像康批被风吹上 诗人正在对比义人和恶人 当我们说到义人 诗人说 打下一棵树栽在吸水盘 暗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 但来到第四节 当他形容恶人的时候 那不尽浅的 他说他们乃像康批 什么呢 就是在河场上所做的那画面 当他们把那个顾梁 泡在空中 那个康批就很轻 风就会把它给吹掉 这是诗人所说的 他们乃像康批被风吹散 弟兄姐妹 神也使用风 虐尽之风 患难之风 来分别我们 来分开那些没有质量的人 他们的里面跟神是没有关系的 他们里面是没有敬虔的 敬虔之风 这个分别之风 就会来分开这样的人 分开那些与神有联系的人 分开那些与神没有联系的人 他们会好像康批被风吹掉 所以这是很奇怪的 现在你读着经节 它给你一点理解 当有这个涅浸之风来的时候 即使我们看这个 现在的这个大灾难 你看有很多的记录 报告 就是在这个大灾病之后 有很多的后果 在这个事业上或者是经济上 各方面都被击打 同时 它也打击教会 发生什么事呢 就是很多人就停止上教会了 发生什么事呢 就是这个涅浸之风 把这个康批给吹掉了 我不要成为康批 愿你也不是康批 因为如果你是没有质量的人 当这个涅浸来的时候 涅浸就会 因为你很轻 你没有质量 涅浸就把你吹掉了 而这个分别是怎么发生的呢 让我们看诗篇一章一节 不从恶人的计谋 不占罪人的道路 不做泄满人的座位 让我们仔细地听 涅浸之风 会把那些不敬钱的人 给分别出来 就是那些恶人的计谋 有时候我们参与一群的人 我们听他们讲什么 我们就随他们做 但涅浸进来的时候 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些的问题 各样的事情 然后神就开始向我们显明 那些不敬钱人所说的 所做的 我不可以再跟随了 涅浸进来的时候 他就使我们与他们分别 当神来做这样的功 我们就不要坚持地 要回去参与那一群 这些恶人的计谋的人 我们也不要再站在他们的路上 也不要站在那些 爱谢慢人 嘲笑人的座位上 你看神会把 敬钱的人 从这些东西分别出来 发生的时候 我们必须要感激 这是神的工作 我们必须知道 神做这些事的 神来做分开的工作 因为当那个 涅浸进的风来的时候 那些与神没有联系的 神就会打开你的眼睛来看 这一些的人 他们所做的 就是罪人 就是恶人的计谋 泄漫人的 他们是不敬钱的 是罪人 是爱谢慢人 爱嘲笑人的 讥讽人的 而你看 那临到那些敬钱的人的祝福 是有一个清楚的分别 清楚的区别 他们不站在 二人的计谋上 不从他们 他们有清楚的分别 这样的分别 会越来越清楚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读 马太福音24章 这些是要发生的事情的预兆 当你去马太福音25章 耶稣说到这个比喻 他说最终当这些都结束了 神就要来审判绵羊和山羊 神要来审判国度 最终这个分别会变得很清楚 所以耶稣神不只是在最终来做 祂是现在开始的 直到世纪的最终 就分得很清楚了 这分别就非常的清楚了 完成了 所以现在 当你生命有什么 孽境还是患难 我们就要确信自己 不是那个康疲 没有质量 要不然你就会被吹走 所以这是第二件事 第一 耶稣所带来的分别的剑 第二 聂静的风要吹掉康疲 第三 马太福音第三章 这是施洗约翰所说的 11-12 indeed no John the Baptist said may I indeed baptize you with water unto repentance but he who is coming after me is mightier than I whose sandals I am not worthy to carry he will baptize you with the Holy Spirit and fire his winnowing fan is in his hand and he will thoroughly clean out his threshing floor and gather his wheat into the barn but he will burn up the chaff with unquenchable fire 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 叫你们悔改 当那在我以后来的 能力比我更大 我就是给他提鞋也不配 他要用圣灵与火 给你们施洗 他手里拿着波及 波及要扬进他的场 把麦子收在汤里 把汤用不灭的火 烧尽了 第三 耶稣按照这里 是洗约翰所说的 第十二节 耶稣会完全地 来扬进他的河场 这是什么河场 他的圣殿 他的殿 你看神的殿 是建立在河场上的 这里告诉我们 耶稣 手里 拿着那个波及 那个叉 他是为了做什么呢 他是为了把那些的 粮给 泡在空中 把我们所有的人 泡在空中 让他能够 洋进 洁净他的河场 他做什么呢 是的 这是一个分别的工作 耶稣一直地在做这个分别的工作 同时 为什么他要来做这个分别的工作 施洗约翰告诉我们 因为他要完全地来洁净阳净他的河场 他要来洁净他的圣殿 在当耶稣在地上的执事 他洁净圣殿两次 一次在执事的起初 第二是在他的公众执事的最后 最终 所以耶稣洁净了早期教会 耶稣也会来洁净末日的教会 末后的教会 彼得书信告诉我们说 审判从神的家开始 因为耶稣要一个纯净的新父 我们怎么知道他洁净起初的 初期的教会呢 当圣灵临到他们的时候 敬畏神的心临到他们 一件一件事情发生 人就开始有敬畏神的心 能力就开始彰显 神祭骑士就被彰显 但这些被彰显的时候 他并不是要来做马戏团给人看 他并不是来显明好像一个马戏团 在使徒行传的时候 我怎么知道呢 因为每一次圣灵运行的时候 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 这个敬畏神的心 就降落在神的百姓身上 那些百姓他们就因着神的作为惊讶 还有亚纳尼亚和撒菲拉就附在地上死了 那是一个神的洁净 神要确定起初起的教会 是以洁净开始 到了末后末日的教会 神会再次的完全的洁净他的河场 他使用这个波及的叉子 把它泡在空中 那麦子 好的麦子就落在地上 他会把它收在山里 会有一个收割 一个聚集 一个保护 但是被吹走的康匹 同时也会被收取 但是用不灭的火 给烧毁了 所以那个收割的主 会把他的麦子 放进他的苍里 汤却用不灭的火烧尽了 如果你小心地注意这两个经节 世纪约翰说 是的我以水来为你施洗 叫你悔改 但耶稣来的时候 耶稣去用圣灵给你施洗 不只是这样 他还用火给你施洗 你不要错过这点 我们需要这个火的施洗 我们需要神的火来烧尽 我们里面的茶渣 污秽 当我们允许神的火来烧尽我们 这是在十一节 十一节他要用圣灵与火 给你们施洗 让我们再来看十二节尾 他把炕用不灭的火烧尽了 两种的火 当我们允许神的火来烧尽 我们里面的污秽 我们就不需要经过那最终的 不灭的火的焚烧 被丢进火壶里 这并不是给我们的 神也不要我们做成为康批 所以他献给 他告诉我们 让我以圣灵的火 给你们施洗 让我以圣灵的火 给你们施洗 来焚烧你 洁净你 炼净你 他就是如此的来 完整的洁净他的河场 他还怎样的 洁净圣殿呢 约翰福音第二章 这是清楚地形容 从耶稣怎么样 洁净圣殿 当他开始 他公众的服事的时候 十五节 耶稣拿出绳子 做成的鞭子 把牛羊都赶出店去 倒出瑞患银钱 资人的银钱 推翻他们的桌子 其中一个 耶稣捷径 他的河场的方式 就是透过圣火 为我们施洗 可是当我们读到 他进入神的家的时候 他怎么样捷径圣殿 也告诉我们 他如何地捷径圣殿 他拿绳子 做成了一个鞭子 是拿来打人吗 不是 让我们来仔细地 看耶稣怎么做 他把牛羊都赶出店去 会有一个时候 很多的人会离开他们的家会 真正的新妇 真正的新妇 会离开 他们会去追随耶稣 他们会从这样的组织 出来去追随耶稣 耶稣使用他的鞭子 捷径圣殿 因为他说 这圣殿已经变成了贼窝 所以他把人驱赶出去 有时候一些人说 我找不到教会 我不知道该去哪里 这是神的工作 把人带到旷野去找耶稣 耶稣还说什么呢 他做什么来捷径圣殿呢 他导出这些瑞幻银钱 资人的银钱 推翻他们的桌子 神做什么来捷径圣殿呢 他动摇这些经济 他动摇这些故宫 生意 工作经济这些都被动摇 让我人被唤醒被捷径 好像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不只是关于金钱工作和生意 我们变成这样子 就是把我们的工作金钱和生意带到教会 所以耶稣需要来做捷径 他来做捷径 在这些方面来震动人 他捷径 他捷径 他动摇这些的经济 他动摇这些的手上的工作等等 而我们必须看见耶稣在做的事情 我们要明白耶稣并不是尝试来伤害我们毁灭我们 当他在做这些的时候 他是在捷径他的河场 所以这些是我们需要理解的 第一 他带出 拔出这个 这个 分别的剑 第二 就是 捏径的风会把康屁给吹掉了 第三 耶稣要完整地来解禁他的河场 透过圣灵的火的施洗 我们允许他解禁我们 透过这些的鞭子 透过震动 我们允许耶稣来解禁我们 路加福音22 从31-32 主又说西门西门 撒旦想要得招你们 好塞你们 像塞麦子一样 但我已经为你们祈求 叫你们不至于失了信心 你回头以后 要兼顾你的弟兄 神能够做这个解禁的工作 神能够解禁 做分别的工作 但这里有不同的记载 在这里撒旦要塞匹德 好像塞麦子 是的耶稣在分别 但是撒旦这里也要做 没有耶稣的允许 他也做不成 但耶稣允许他 所以有时候这些的塞 是从撒旦来的 但却是神所允许的 因为没有神的允许 没有什么事情可以发生 比如说撒旦要试探月薄的时候 神允许 撒旦说全部都是因着你的保护 如果你把这个保护降低 我就去触摸他 神就同意让他去做 所以这里神同意 撒旦来塞匹德的生命 但让我们仔细地读 当这样的事情发生 在我们生命里 我们也要有这个理解 第一 耶稣之前就告诉彼得了 如果撒旦要来塞我们 有什么要发生 耶稣会先来告诉我们 在整个经节 耶稣总告诉我们 这些将要发生的灾难 这一切 这些都是被塞的 其中一部分 患难 就是这个灾难 就是其中一个被塞的 被解禁的过程 耶稣在经节告诉我们说 我们不应该对这些事无知 因为耶稣已经对我们说话 有这样的事情是可以发生的 32节不只是耶稣告诉我们这些事情会发生 耶稣说我为你们祷告了 他让你不至于失了信心 所以当这个撒旦来塞的时候 他的目的是要来叫我们的信心堕落 被迫 被迫 患难 在末日 是一个神允许撒旦来塞我们的方式 但耶稣已经为我们祷告了 即使现在耶稣在父的右边 在为我们带导 而我们有这个确信 就像他对彼得说 我已经为你祈求了 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 所以当我们被撒旦塞的时候 我们也需要从耶稣得着鼓励和安慰 我们需要知道耶稣为我们祷告了 我不会允许我的信心失败 因为耶稣为我祷告了 我肯定地能胜过这个患难 但即使耶稣祷告 我们也需要与耶稣的祷告同意 我们也必须不允许自己的信心失落 这就使我们更加的依靠耶稣 你看他在塞我们的信心 让我们知道我们的信心 是立在哪一个根基上 我们的信心是立在哪一个根基上 一件与一件的事情 这样的事情发生 这一切是要来除掉我们所依靠的东西 很多时候当撒旦来塞神的百姓 当我们看彼得的生命 他是在向彼得显明了彼得所不知道的 彼得靠自己的力量 他说耶稣啊我要与你同在 道你死 我都会在你右边的 彼得不知道他里头的软弱 只是一个死女跟他讲话 他就怕了 我们不可以嘲笑彼得 因为我们也是一样的人 很多时候我们实在地不认识自己 而神允许撒旦来塞我们 好让他让我们知道 原来我们里面有这样的出卖主的潜能 原来我的里面有这样的软弱 多少次 我也发现 我的里面有这个东西 我们不可以躲避如此的启示 当神显明我们 让我们发现自己的软弱 让我们不要闭一只眼睛 赶快把它盖过去 不要把它带到耶稣那里 让神来对付它 让我们来到 这个更深之处就是悔改 当彼得发现 他自己真正的软弱的时候 他看见他自己 真正的面目 他就痛哭 但他在看见耶稣的眼睛的时候 他痛哭 这样的事情没有使他进入死亡 而是使他进入悔改 犹大肯定他也有后悔了 但是他的忧愁 并没有使他生出悔改 他的忧愁使他去自杀 但彼得的忧愁 却叫他进入悔改 而与耶稣和好 我们必须学习这个过程 在我们的生命中 现在我们所活的这时刻 圣灵是在加速 他的工作 激烈的工作 在我们生命里 因着将来临的 这个可怕的风暴 是在将来临的日子 是非常可怕的 而神在他的怜悯中 他就在他百姓的身上动工 来显明我们里面的东西 来显明好像彼得 不知道他里面藏着的软弱 耶稣是在向我们显明这一切 耶稣在洁净阳净他的河场 耶稣是在显入我们里头 真正的动机 当他拔出他的剑 耶稣是在做这个激烈的工作 来分别 好让我们的结果 不会像一个康匹被吹走 好让我们不会好像康匹一样 被丢在火壶里面燃烧 你要看你的道路是什么 你是走在不敬前的人的计谋中吗 你要看你坐哪里 你走在哪一条路上 当神工作的时候 让我们唤醒过来 知道神在做什么 我们不要去抵挡神所做的 神如果使你与那个人分开 你不要尝试要去跟他在一起 让我们认出来神是怎么样工作的 这就是他的重要性 为什么神在河场上建立他的圣殿 这是神的圣殿 是审判之处 也是救赎之处 是分别的地方 让我们真从这许多方面来珍惜 来明白神的心意 天父我们感谢你的话语 我们知道你的家是建立在河场上的 而主我们感谢你 我们学习在你的河场上 发生那么多的事情 你解禁 你审判 你赎罪 而在这个地方 你做分别的工作 主我们欢迎你的工作 我们欢迎圣灵的工作 在我们生命里 即使我们不理解 但我们有这样的确信 不管发生什么事 是你允许的 而你已经为我们祷告 让我们的信心不失落 主要在这季节里 你加烈的 激烈的来 做这个 捷径和分别的工作 你就是如此 使你心腹的团队 捷径 炼径 这是其中一个 你来预备 你的 以利亚 你的心腹 你的以利亚 的团队 主我们都不喜欢来到这河场 人总是不喜欢这个 审判分别和洁净的地方 但主啊 这确实必须 来显明我们里面的东西 来除掉我们里面的康疲 圣灵求你来 如果我们真的是 因着我们所说的 带来这样的意思 如果我们真的 因着我们的 我们有这样的 祷告的意思 如果我们真正的 要回应你 做你的心腹 我们就会欢迎你 捷径的工作 在我们里面 来除掉这个污秽 除掉我们里面的这个污点 所以主到我们经过这一切 我们要更加的亲近你 更加的依靠你亲近你 知道在我们里面 没有什么良善 在我们里面 也没有其他的根基 是我们可以建立 我们的关系的 所以主啊 求你来钢墙 我们每一个人 来做这样的工作 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 奉耶稣的名求 我们每一个人都说 Amen Amen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